選擇這首我講一講話就快哭的歌 因為我覺得五年半過去了 我需要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畢竟就是去的東西回不來了 所以我很想要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 好好唱完這首歌 那這首歌是蘇打玉的《清風》 寫給他爸爸的歌曲 你要不要也是就是早是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 我們的城市上郊外 我們的腳步和起 那時天空很爛 興奮超度很寬 長大後 我們的存在像塵埃 我們的距離被拉開 有時相處很難 像很多話很短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 我要眺望你的原廠 我忘了問什麼樣的倔強 讓我更不說一句真心話 我要長著你的翅膀 我要拂去你的滄桑 我忘了說 心裡面的原話 始終需要你的肯定啊 從你溫柔眼眶綻放 大家都好好的把握身邊的家人 身邊的朋友 珍惜每次的小劇 這時候 我們的心變得柔軟 放下了父子的身段 直到時間太晚 不要躲 不要散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 我要眺望你的原廠 我忘了問什麼樣的倔強 讓我們不說一句真心話 我要爬上你的肯定啊 讓你溫柔眼眶綻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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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眺望你的原廠 我忘了問什麼樣的倔強 讓我們不說一句真心的話 我要長成你的翅膀 我要扶去你的滄桑 我忘了說 等我仔細回想 腦海最珍貴的一幅畫 是你在著我 聽你我 讓我抓到你身旁 安心在你背後 飛翔 記憶中 我們的一切 隨著你遛去的臉 成為永遠 謝謝 謝謝 這有多樣嗎 特別 進給我嗎 這五個 你就差一點 就 我嗎 撿起來 好 沒事 還有這幾個 病啊 好剛才